Hello 大家好 我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将宠物从英国带回中国 整个流程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英国是一个非疫区 就是非狂犬定疫区的国家 先从在英国境内办理这个宠物要出境的手续说起 首先在英国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在领养宠物的时候 都给这个宠物注册一个宠物医院 宠物医院因此会给你的宠物打上 而以我的猫为例 我本地的类似胶毛小野猫 不是什么特别名贵的品种 也不是那种短皮子的阴短或者不老毛 不是那种毛 是那种一般的猫 然后在英国的时候 我从养它的那一天起 我就给它注册宠物医院 所以在我的猫就做完绝育手术之后 它们就给它加入了这一个芯片 就是那个宠物最重的 宠物信息的一个芯片 然后那个芯片上面 会含纳了主人的信息 主人的姓名 主人的住址等等情况 所以有一天如果我的猫走丢的话 在英国境内 每个收容所的人 在它的那个背上一扫 就能找到 就能找到我 找到它的一个主人 这是提议 还有呢就是 我在英国给它注册 宠物医院的时候 也会给我的猫打一个 这个annual boost的一个疫苗 就是英国宠物医院会给你推荐的这些疫苗 因为我给我的猫办理的是 就是每 annual boost 我记得是小猫小的时候 比较麻烦 得第一针之后 两到三个星期 还是两到三个月 之后你要再拿去宠物医院给它 就是复检 inspection 但是呢 等这个猫长大了之后 变成是常年猫 超过一岁以后 这个annual boost 就是一年之大一次就好 这是在领回国之前的这些工作 但是这些都具备的情况下 你要把猫 从英国带回中国 你要办理的一个 要打另外一个额外的疫苗 就是中国要救的狂犬病疫苗 因为中国是那个狂犬病的高发地区 所以中国要求所有 就中国境内的宠物都打 什么一个狂犬病的疫苗 这个狂犬疫苗 必须在你的带你宠物起飞前 30天 就是注射在宠物身体里头 所以打个比方 如果我是8月1号 要坐飞机 从英国飞回中国 那么我要在最迟 我要在7月30日 当天给我的宠物注射这个 抗权病疫苗 这是一个传疫苗 还有一个就是在英国的时候 你得准备这个英国的出境 就是exported 这种animal的一个application 然后这个application呢 有具体的一些要求和流程 我会把它放在这个信息栏里头 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整个流程其实特别简单 你按照把这个表填完之后 你在这个表上 你把这个表填完之后呢 你将这个已完成 电子填写已完成的表格 寄送到这个英国专门做这个 动物出入境的机构 政府机构的这个邮箱地址里头 然后他们的人员会 就是收到你的申请书以后 会把这个宠物要出境所需的条件 和流程发给你的宠物医院 不是你自己注意的一点 就是他会把这个 就是真正要走的这么一个流程 发给你的宠物医院 你需要在你机票前三天之内 去你的宠物医院 让你的宠物医院帮你走 他们一个健康检查的流程等等 然后你这个流程走完之后 所有的疫病检查合格 就是那个小猫小狗的身体健康 身体状况非常好的情况下 你的受益 他会给你出出一个健康证明 你要携带这个健康证明和你的宠物 包括狂犬疫苗的这个证书 抵达中国境内的这个飞机场 飞机 飞机场 然后机场的就是海关检疫人员 会对这些文件做一个检查 然后会找 后来到中国之后的该隔离隔离 不隔离的话就拿走 然后中国机场的比较有意思就是 可以接纳这个宠物入境的游 因为我当时到达就是北京 北京会要求对就是所有入中国境内的宠物 做一个等级分化 英国入中国或者是别的就是中国认可的 非狂犬疫病国家内的这些宠物 进中国的时候是只需要进行7天的那个隔离 但是呢 美国或者别的就是有这种狂犬病的国家 进入中国宠物所在北京机场需要被隔离30天 大概是这样 但是根据你那个抵达中国抵达城市的不一样 我听说有一些别的机场是不具备这一个隔离条件的机场 那么它也只会要求你将你的宠物在家隔离 而不是在机场隔离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我忽然想起来 我忘记讲一下怎么样带出这个就是登基旅行 从英国飞至中国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当时飞的是KLF 所以呢 我可以把我的猫带上那个客舱跟我一起 但是猫是放在我座椅的 就是它只能买经纪厂的票 因为猫是放在一个软的那个carrier里头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软的起包 必须得能放在你自己座椅前方的 就是下的那个空间里头 但是这个空间 所以呢 这个我买的一个可以变形那种软的 有在拉链处是有一个支撑的这么一种软的旅行包 就把我的猫放里头 所以整一个十几小时的飞行包和转机都非常顺利的下来了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带宠物坐飞机的时候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做cabit 一种是做cargo cabit的话就其实还挺简单的 很多航空都有这么一个服务就是 让你带你的宠物在客舱里头更多一块飞 就是在cabit 然后有就是不同的航空公司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基本上有这个共通点就是 你对这个猫的这种装猫的这么一个工具 必须是小于就是前方座椅下方的那么一个空间 不然的话猫会就不舒服 不能站立就是不能转身 就反正你得想办法让那一个这种那种可以可以变形 但是这个稍微有点支撑力的这种包比较好 然后我会把我当时用的包就是图片放在这儿 然后就是做cabit 还有一种方式是带就是把宠物作为你随身check-in的一种行李 就是那种多余的行李 然后这种行李是放在有氧舱里头 有氧舱跟你的行李就是放行李的这个储藏 舱是不一样的它里头有氧气嘛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你在给你的宠物买一个就是根据不同 当然这也跟不同航空公司有不同的规定 但是要买的那么那种大概的行李箱我会放在这儿 然后此外呢还有啥要注意的就是你给他走那个有氧舱的时候 因为我在国内飞就是带我的猫回家的时候也是走的 就只能走有氧舱飞机有氧舱作为一个宠物托运嘛 我给他买了这种硬的行李箱 然后还有还有在那个行李箱 这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贴士吧 就是你可以在装猫装宠物的这么一个carrier里头的底部贴满那个卫生巾 这样子可以达到保暖吸潮 然后如果你的宠物就在飞行长途飞行过程中就是上厕所 就是憋不住尿了或者不小心上厕所了什么的 都能把这些排泄物都给吸住 就不会就是造成各种就是一泄出去啊这种问题 也不会让你的宠物特别冷或者怎么样 而且最方便的是如果万一这种就是这种特别脏的排泄物 有什么样的这种东西在那个卫生机里头 你就可以直接把撕的就扔了 你就不用再说再搞一块特地搞一块特别温暖 特别好特别nice的一个一块布进去让你的宠物在上头滚啊什么 因为其实在大的那个有氧舱里头 那个我买的龙子配层非常大 如果我当时不是贴的卫生巾是放一块布的话 我冬包其实很有可能会随着飞机的这个倾斜 而在这个种子里头东倒西外就不愿意看到吧 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那个 就都给他贴满了这一个卫生巾 然后又温暖然后又软 然后又能就是吸附各种各样的排泄物啊什么的 就就就这些吧 然后啊好了视频到这里终于结束了 谢谢你的观看 拜拜